你可能听说过多肉植物是一种美丽而耐旱的观赏植物 但你知道吗 有些多肉植物竟然可以食用 不要惊讶 这不是开玩笑 这些食用多肉植物不仅富含水分和营养素 还有各种不同的口感和风味 让你大开眼界 在这篇文章中 我将为你介绍一些可以食用的多肉植物种类和食用方法 以及它们的营养价值和美味程度 我还会提供一些食用多肉植物的食谱和注意事项 让你可以在家尝试 快来跟我一起探索这个神奇的多肉世界吧 火熔草 像黄瓜一样脆嫩甘甜 火熔草是一种原产于南非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呈圆柱状 表面有细毛 颜色有绿色 红色 紫色等 火熔草可以生吃或者煮熟吃 口感脆嫩 味道清甜 有点像黄瓜 火熔草富含维生素C 钙 铁等微量元素 具有清热解毒 利尿消肿 降血压等功效 火熔草可以做成沙拉 凉拌 炒菜等各种菜式 也可以做成果酱或者果汁 龙蛇兰 从酒到茶到菜都能做 龙蛇兰是一种原产于墨西哥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呈建型 边缘有锯齿 顶端有尖刺 龙蛇兰可以做成龙蛇兰酒 或者龙蛇兰蜜 也可以做成龙蛇兰茶 或者龙蛇兰汁 龙蛇兰酒是一种著名的墨西哥果酒 它有浓郁的香气和辛辣的味道 可以单独饮用或者调制鸡尾酒 龙蛇兰蜜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 它含有果糖 葡萄糖 蔗糖等糖类 但卡路里比白糖低 适合糖尿病患者使用 龙蛇兰茶或者龙蛇兰汁 是一种健康的饮品 它可以帮助消化 抗菌 抗盐 降血糖等 龙蛇兰的叶子 也可以切成丝或者片 做成凉拌或者炒菜 味道鲜美 有点像韭菜 玉露 像西洋菜一样爽脆清淡 玉露是一种原产于南非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呈星形 表面有白色的斑点 颜色有绿色 红色 紫色等 玉露可以生吃或者煮熟吃 口感爽脆 味道清淡 有点像西洋菜 玉露富含维生素A B C E等 具有清干明目 润肺止咳 利尿 消肿等功效 玉露可以做成沙拉 凉拌 炒菜等各种菜式 也可以做成果酱或者果汁 珊瑚珠像葡萄一样酥脆酸甜 珊瑚珠是一种原产于南非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呈圆球状 表面有白色的粉霜 颜色有绿色 红色 紫色等 珊瑚珠可以生吃或者煮熟吃 口感酥脆 味道酸甜 有点像葡萄 珊瑚珠富含维生素C 甲 美等微量元素 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 美容养颜等功效 珊瑚珠可以做成沙拉 凉拌 炒菜等各种菜式 也可以做成果酱或者果汁 食用多肉植物的食谱和注意事项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这些多肉植物的美味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些 食用多肉植物的食谱和注意事项 火熔草沙拉 将火熔草洗净切断 放入碗中 将番茄洗净切块 放入碗中 将柠檬切片挤出汁 放入碗中 加入盐 胡椒粉 橄榄油等调味料拌匀即可 龙蛇兰茶 将龙蛇兰叶子洗净切片 去掉边缘的锯齿和顶端的尖刺 将龙蛇兰叶片放入锅中加水煮沸 加入红茶包或者其他茶叶泡制 加入蜂蜜或者其他甜味剂调味即可 玉露凉拌 将玉露洗净切片 放入碗中 将大蒜剁碎 放入碗中 加入醋 酱油 香油等调味料拌匀即可 珊瑚珠果酱 将珊瑚珠洗净去掉根部和枝干 将珊瑚珠放入搅拌机中打成泥状 将珊瑚珠泥放入锅中 加糖和柠檬汁煮至浓稠 将珊瑚珠果酱装入干净的玻璃罐中保存即可 不要随便食用未经确认的多肉植物 有些多肉植物可能有毒或者不适合人体消化 在食用前要将多肉植物洗净并去除杂质 避免吃到泥土或者虫子 在食用前要将多肉植物切成适当大小 避免吞咽困难或者噎住 在食用时要适量并配合其他食物 避免过量或者营养不均衡 我希望你通过这篇文章 能够对多肉植物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欣赏 也能够尝试一下这些多肉植物的美味和营养 多肉植物是一种神奇而有趣的植物 它们不仅能够装点你的家居和花园 还能够为你的饮食增添一份乐趣和健康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享受多肉植物的魅力 谢谢你的阅读 祝你生活愉快